我是零零 好今天來到了零零拼鬥趣 嗯好今天我打算拼一個我自己的麥塊人物 我自己想像中的麥塊人物 好的 那我們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皮膚 皮膚我選擇這個顏色 竟然有八格的花 那我就要四個皮膚當地 我沒有做設計圖我是心理設計圖 心理設計師林曉筠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不看圖拼出 你要拼什麼 拼自己想像中的麥塊人物 那個麥塊人物就是我自己 皮膚多一點這樣比較好看 臉比較寬 對齁因為我明天就要開雪了 可以先做好外邊框 再開始動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高度也是八 會不會太高了 扣掉幾個好了這樣子就好 我眼睛要打算怎麼做呢 眼睛用什麼顏色 就一般嘛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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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八格嗎 三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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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先這樣 然後 眼睛的部分 為什麼用圓的 為什麼後悔 為什麼我用圓的 怎樣 咔咔咔 咔 咔 第五十三號介紹 我是零零 好 那歡迎來到零零頻道去 上次失敗 這次要改為 自己製作角落生物 好 算一下它格數 五格 五格好 下次我一定要做設計圖 你在拼什麼 自製角落生物 要幫我改為 自製角落生物 黑黑糖饅頭 就是那種 我終於創造出新的角落生物了 我希望這個 饅頭這個角色 它應該可以在 裝飾 角落生物都吃饅頭了 有個新的食物了 可是這樣就是代表饅頭被遺棄嗎 這樣就不要再拿了 這樣就不要再拿了 這樣好可憐喔 這個饅頭 被遺棄的饅頭 啊為什麼我要夾黑色 這也有道理耶 為什麼要夾黑色 詭異饅頭 詭異饅頭 這個腮紅好嗎 腮紅可愛 讓它變可愛 不是這個是我新製作的饅頭 饅頭啊 你心裡面 喜歡的那隻小饅頭 對啊 要配戴小饅頭 我今天就來做 你已經說過好幾次要畫了 那結果都沒畫 好那我等一下來畫好了 那等一下不能忘記喔 要在我洗完澡之前畫完 做一個小禮物喔 這個腮紅就變好可愛 爸爸這是我第一次做成這樣耶 你看我自己做的饅頭 爸爸我自己做的饅頭 好可愛 牧羊水 牧羊水 笑到肚子一百點痛了 肚子一百點痛 肚子一百點痛 牧羊水 牧羊水 牧羊犬 牧羊犬變成了牧羊水 牧羊水 牧羊水 我要做牧羊犬 你要做牧羊水 牧羊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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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羊犬在喝牧羊水 牧羊水是牧羊犬喝的 牧羊犬不喝牧羊水 牧羊人 牧羊人 喝了一口牧羊水 結果是狗糧味 牧羊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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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羊水 不养的全世界 不养小狗的全世界 好可怜的小狗 哪里有小狗 好期待明天上课 希望明天会有大下课 希望明天可以下下雨 下雨不要 有啦 有啦 哇 完工 好 双片 嗯 双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 按下下方的小鈴鐺 可以收下新的影片通知 還要記得留言和分享 那我們下部見 掰掰 你 不贵 看一下 對